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动漫新纪元 我是GND 话说令和第一位奥特曼 泰加奥特曼已经播出第八集了 你觉得这部作品怎么样呢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给这部作品打几分呢 从评分来说 这部作品播出至今才是非常成功的 豆瓣8.2分的高分 虽然跟昭和前辈们比起来或许不算出调 但是让我们看看上一部罗布奥特曼聚上版和罗布TV的评分 你会觉得这还是挺有面子的 作为令和第一要这个成绩 也算是没给自己丢脸 新年号对于阎谷来说还是意义重大的 比如平成第一座 迪加奥特曼的水准就是超高级别 所以对待泰加奥特曼可以明显看出远古比罗布上行多了 而将主角泰加设定为昭和皇子泰罗的儿子 最见的远古想要在令和奥中表达的观念 那就是传承 而且三位奥特曼同一个人惊喜的设定 对于奥特曼也是很新奇的 更让人惊喜的是哲学技术男泰塔斯 开播之前我以为这家伙是三兄弟里面最无聊的 现在没有他出场我完全不想看了这是怎么回事 果然人都逃不过真相定律吗 进入了新生代之后 地球防卫队的存在感就越来越弱了 几乎等同于没有 而在令和中远古将这个元素重新捡了回来 虽然一季这样的组织并没有从前的严肃感 但是看到似曾相熟的东西总还是让人很开心啊 不得不说远古有声啊 而且比起前面几部新生代奥特曼 远古终于重视了最大的问题 那就是变身时长 而且奥特曼的变身动作变得简洁高效 跟泰罗一模一样的登场和特效 也让人感觉到梦回昭和的感觉 而且这部剧对于大灵奥秘来说 还是一场猝槽盛业 就连官方都会时不时的猝槽啊 比如奥特曼在战斗时 外星人和美女社长看泰塔 在打怪兽的时候说了一句 见识物都要被破坏掉了 这样的话语 对于熟悉奥特曼的人来说 这样的场面真的是挺软心的 什么你说你听不懂 OK 有请向连龙登场 除此之外 远古还有一个传统 也在这部剧被打破了 那就是女性角色 都会被化妆师回灭市整容 其实回顾昭和以及平成时代 奥特曼系列的女性角色 几乎每一部都是一手的美女 这个毁灭整容的化妆技术 似乎也是从新生代过来的 好在令和第一作没有让大家失望 不管是女主还是社长 都是颜值在线 对于这部令和第一位奥特曼来说 你的评分是多少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